鄭委員你好 現在電視上面在講說 我們在六月一號開始要在代數不熄火的這個要取締這樣開始要開發了 開始要發這個事情 發到這個事情,我覺得剛好現在又夏天了 這都去英雄到的客人車,客人車夾你怎麼去處理這行的夾武 你說限制三輛不適合,三輛只有三台而已 我看白班單車都這麼多車,他們要怎麼在那白班 其實這件事我們有跟他們公會做了一個互動 這個三輛是跟他們協商出來的 他們不會有意見嗎? 他們當時是有意見,所以協商出來三台 那現在說還是有不同的意見,說要五台 如果說三台,那沒有錯啦 那你說如果剛才在後面這裡停的人,怎麼有載人客呢? 如果有載人客,像要進去等的時候要進去坐車 那你在等車的時候要怎樣? 塞車的時候你要怎麼去控制這個? 塞車就沒有在這個線前 塞車是一個例外 對,塞車例外 對,在我們已經有排除這種情況 不會有問題嗎? 不會去取締啦 只要是因為在車型的裡面塞車 那這樣不能人家放五台 五台 對,這個我們在跟他們在檢討嘛 對,因為他們自己 當時他們自己公會出來的意見是三輛可以啊 那現在他們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還是回到跟公會大家 他們去一起去三輛 因為這個,這跟那個人的天氣也有關係啊 是 你現在說的是那個冬天氣獎的 冬天氣獎的 冬天氣獎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感受到熱啊 是 那你如果說現在那你用那個夏天氣獎的話 這有道理 說不定那五台都不夠了 是 他就說要10台,對吧 所以這個 那個時間點去獎也有差也有差異啊 不過我注意到他們排班 其實很多計程車司機他蠻省的 他們自己都自己會熄火 很多排班自己跑到外面來 車子熄了 你有去那個市場去做這樣的那個 你有去看嗎 我們去做捷運嘛 捷運每次都是排了一堆啊 你照著捷運 你怎麼知道他車有停下來 有啊,你看他 我們就看到他 你怎麼知道他有熄火 他們都跑出來聊天嘛 那如果這樣是最好的啦 是不是 我不希望說因為這樣又引起了這樣的另外一個時間的 他們自己為了省油啊 他們自己都會做那個 害我昨天在等車的時候在停在那個 他我在昨天在等車的時候 司機那個我們的司機跟我講說 那現在要熄火不能再坐在車上等 不可以坐在車上等 讓我緊張一下 是 這個有啦,我們會跟他繼續互動 對對對 那麼巡視最好一個平衡 那像一般的像我們自己的車子這樣 像這樣有時候可以去等 去等的時候啊 我早就不是坐客人車 我是坐我自己的車 我去等的時候 司機跟我講說 現在我們這樣停下來 不在塞 現在過來要跟你發 怎麼這麼快 我自己也是啊 我坐在車裡有時候 等下的時候 我還是窗戶打開來 還蠻熱的啊 可是有時候就是 這個我是 因為我們為了要減低這個碳 我都可以接受啦 但是我們在這個起的這個平衡點的時候 我們在起的這個平衡點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那個 警車跟舊車 這就沒有規範在那裡嘛 對不對 是有一些特別的 因為那個警務的那個 在有時候在執勤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沒有規範在這裡面嘛 是不是這樣 是 那是 如果說大家都可以接受 大家可以來修法 香港修法 當然這是我們最好的啊 那您做的這個 這件事情是 我不是說有什麼問題啦 我覺得說這個真的是 要跟他們做一下 溝通一下 看有沒有這樣 是的 是的 我們要執行了看有沒有什麼問題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 我們那個電動機車 我們到那個 我們說101年 你看時間多到了 我們要16萬輛 那我們目前的話 我們現在 統計幾輛 電車啊 電 我的數字是一萬三千五百輛 今年到三月的話 今年的部分增加了到三一到三月的話增加兩千六兩千三百九十六量 你到一百零一年 你到一百零一年 今年已經一百零一年了啦 你到年底要執行到十六萬輛 那十六萬輛 你也要怎麼去 你要怎麼去 你有辦法 是 報告委員 那個 那你問題沒有 沒有問題是出在哪裡 市長 你我問署長就好了啦 問題看出在哪裡啦 我想 因為這個是經濟部的計畫嘛 那經濟部 你要推給經濟部 不是我推給他 是他在執行的計畫 你速度沒有 你沒有積極的 因為你這邊也要執行 那 那個開發的這個部分是在經濟部 那你們沒有辦法去配合一下你 你的數量是從經濟部給你的嗎 我向您報告我們怎麼配合啊 其實因為經濟部的措施就是 好啦你就去執行看一下怎麼達成這樣的話 跟我們報告就好了啦 不要再佔用我的時間了啦 是 那還有 我們那個 就那個佐水溪那個 我那個 就佐水溪那個 那你做了一個人工尺 人工尺在那邊 那個發了三千萬 那個總的長度 只有做一個 就佐水溪的部分 做了一個 人工尺地是吧 人工尺地 做了 發了三千萬 是 那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改善 你做那個地方有做到沒有做都一樣啦 那你不要說用那個 就要花三千萬 一般的人工尺地 你說一般的人工尺地 可以說 改善那條 古樓水桂 你也可以說 改善一切 快去做好 有什麼辦法 我看台北縣 等於西北市都有的 這樣的那個 一個那個 濕地的那個 人工濕地它處理水的話 有一定的效果啦 但是當然不像我們的 污水處理廠那麼好的效果 但是這麼長的一條 一條 一條西 只有一個人工濕地 根本就那個 對 那就是看它的 你沒有辦法做到至少要做八咒十咒啊 對 看它高攤地的多少 你三億 你如果說十咒的話 花三億 三億可以改善那個 舊水溪 那你也應該要花 新北市它的高攤地多 所以它的那個 能夠做人工濕地的位置多 那我 如果佐水溪能夠找出那樣的高攤地的話 我們基本上 那從那個 上一次我就跟你講說 舊佐水溪要改善 那您這個 那個這個 我再跟您叮嚀一下 您只有做一個 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師地的那個規劃 我希望說這個 要改善整個 舊佐水溪這個部分的話 您快點把它提出一個計劃 看要怎麼去把它做好 這樣可以嗎 好的 我們請同仁一起來 因為那個長度不很長嘛 是 你差不多八個位置 八個位置來做 這樣八個位置的話 您就 您就可以執行了啊 這樣可以嗎 有高攤地的話 那就可以來規劃嘛 就是基本上 那些問題是沒有高攤地 那個之前我們有講過了 是沒有高攤地還是怎麼樣 沒辦法執行還是怎麼樣啊 您要給我一個確實的答案啊 好 我們回頭來再給您這個做一個說明 是 好不好 因為做 為什麼我一直講 舊佐水溪這個 那個 這一條的那個整個 那個整治呢 因為那邊變成一個 很漂亮的一個自行車步道 自行車步道的話 很多人在那邊 就傍晚很多人 早上很多人去那邊 啊利用這個那個行車的那個 自行車的那個 運動的步道 啊所以是一個很好的那個 啊運動的空間 那您把這個整個 吸了再把它整治好的話 那我相信說 大家的品質就自然而然 就可以提升了啊 好不好 是 好不好 我們未來再去更做細部的那個 了解 重要的規劃 那您快靜置把它做好 謝謝 請江蕙甄委員諮詢